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会聊一聊经济周期跟股市之间的关系 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呢 我为大家准备了从1997年到2019年 马来西亚的国内经济增长率 以及对应马来西亚股市在相同的22年时间里面的走势表现 哇 可以回答很多投资者心里面存在的疑惑的哦 比如有些朋友说 老师是不是10年会出现一次金融风暴啊 出现了金融风暴的话 股市会怎么样啊 那如果我们没有遇过这个经济风暴的话 遇到经济风暴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害怕还是要从中寻找机会啊 哇 可能这些问题我们等一下都会聊到的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分享呢 讯息量是非常巨大的 那首先对于没有经历过任何经济风暴的新的投资者们 比如马来西亚上一次的经济风暴 已经要追索回去08-09年的次贷风暴了 对吗 或者经历过不止一次经济周期跟股市周期的投资者们 我想问一问大家 你们觉得在接下来你们自己的投资生涯里面 还会再遇到下一个经济周期跟股市的风暴吗 不用想了 我帮你回答 肯定是会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规律 所以与其我们每天求神拜佛 哎呀 千万不要来股灾 千万不要来股灾 倒不如我们认真的面对股灾发生的时候 股市是怎么样的变化的 经济周期经济衰退出现的时候 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的机会呢 来 我们就认真的为大家讨论一下 首先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经济周期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一集的分享里面 给大家看过这个图吗 经济状况跟股市的关系图 其实经济状况好坏 形成的行情好或者不好 就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 当大部分的公司业绩很好 大家都争先恐后来买股票的时候 就是牛市嘛 如果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业绩不好 大家都从股市撤离的时候 造成股价一变倒的下跌 那这个就是熊市了 但是在这边讲到的经济周期 其实指的就是GDP 国内经济成长率的变化 我们平时看到的财经新闻里面 讲的经济增长率 GDP growth rate通常都是正数的 是的 如果GDP一直在增长 每一个季度报告出来的经济增长 都是扩张之中的话呢 那就代表我们这个经济体里面 做生意的人生意越来越好 接到越来越多的订单 做零售的 有很多的客户给你生意做 大家都赚到钱 荷包也是越来越满的 那这样子的状态 GDP国内生产总值当然是蒸蒸日上的 但是经济增长率也会有放缓的时候 我们叫做slow down 当经济增长从10%下降到5% 还在增长 但是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感受到 经济的温度好像没有之前的这么的炽热了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这个GDP的增长率变成了负成长的数字 negative number 如果是GDP负成长的话 就代表很多公司工厂没有订单 做不到生意 可能有工人会失业 每一个人的收入都可能大幅度下降 这种状态大家都不敢花钱 做生意的人 做门事的人 生意可能会更加糟糕 那这种状态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会收缩的情况 如果连续两个季度以上出现GDP的负成长 也就是说经济的萎缩超过两个季度啊 那么经济学家就会将它定义成为 技术性的衰退 technical resection 而超过两个季度以上的 三个四个五个季度以上的GDP的收缩负成长的话呢 那就毫无疑问 就是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了 reconomy resection就是这样子来的 好了 我们马来西亚过去二十多年 发生过多少次的经济衰退呢 啊 我为大家整理了过去马来西亚二十二年以来的GDP 季度增长数据 那这些数据全部都是我们从国家银行的网站啊 从大马统计局的网站里面 一个一个的收集起来的 所以啊 此处应该有展生 OK 但是你们在internet上面拍涨 我看不到 那麻烦大家多一点 like and share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视频 让更多的马来西亚投资者 或者马来西亚人 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股市跟经济的关系 OK 回来看看我们的重点啊 来 红色的字 又是曾经出现过负成长的年份 或者负成长的季度 OK 那在这个地方也要提一提大家 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给大家分享过 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业绩发布的这个规律吗 其实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的发布 跟我们的上市公司季度业绩的发布是一模一样的 每年的三六九十二月的月尾 他就会结算这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统计 然后呢 两个月之内 maximum两个月之后就会公布出来的了 所以如果是三六九十二月结算我们的大马国内经济增长统计 那么每一年的五月八月十一月 还有第二年的二月 就是公布对应的季度的GDP的月份了 那好 我们回来刚刚的问题 到底过去二十多年以来 马来西亚发生了多少次的经济衰退呢 来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一共发生了三次的经济衰退 分别是在九八年的时候 出现了四个季度全年的负成长 OK 7.2个percent 到九九年的第一季度都是负成长 第二次的经济衰退是发生在2001年 有两个季度连续的负成长 第三次就是最近的一次的经济衰退 就是09年出现了三个季度的负成长 造成了全年1.6%的负成长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过去三次的经济衰退的记录 那在对应的时间里面 我们马来西亚股市都有什么变化呢 来 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图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综合指数过去的三大熊市的统计 它是刚刚好呼应回去我们刚刚的GDP的经济周期记录的 我们会看到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综合指数最高的跌幅 是出现了79%的跌幅 当时从1200多点跌到最低200多点 KLCI 2000年到2001年综合指数好不容易回升到1000点以上 也是从1000点附近的位置跌到500多点 跌幅高达46% 最后一次就是0809年的美国次贷风暴 马来西亚的综合指数也是从1500多点跌到最低800多点 maximum的跌幅是47% 那各位 刚刚你们看到的就是马来西亚过去20年发生过的经济衰退 以及当时候出现的大熊市的表现了 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在过去的这三次大熊市里面 有哪一些是国外的经济对我们造成影响而形成的呢 有哪一次又是我们自己国内有问题出现的呢 那我们不妨再看多一次啊 在过去这20年出现的三大熊市里面 0809年的次贷风暴 以及2000年跟2001年的那个坑网泡沫 都是美国经济有问题传染给我们的 因为马来西亚我们是一个对外出口型的经济 在所难免啊 尤其是美国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贸易国 那我们的export受到影响 国内的GDP也自然受到影响了 因为net export是我们GDP的四驾马车里面的其中一驾 对吗 四个engine里面的其中一个 这个上一集我们聊过的 那how about这个9798年的金融风暴呢 9798年我们的股市是跌得特别的深的 因为我们当时候就处于经济风暴的中心点 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就是当时候的风暴的中心点 毫无疑问我们9798年国内经济受到的伤害是特别的厉害的 所以股市也跌得特别的深 但也因为经历过了9798年的风暴 我们马来西亚的中央银行 这些年以来都一直特别谨慎留意马来西亚的银行系统 以及我们的房地产市场 当然也包括股市 提防我们国家再次出现资产泡沫的现象 第二个重点 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留意得到 在过去是20年 三次的经济风暴打击过后 每次的股灾发生了 我们的综合指数 我们的股市过后都会创另外一个历史高峰的 如果你明白这一个原因的话呢 投资者你就会越来越明白 牛市可以让我们赚钱 但是熊市可以让我们发达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经济受到了这么多次的 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伤害 我们还是可以复原并且再创高峰呢 那这一个跟我们经济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在我们上一集给大家讲解的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思维导图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过 马来西亚的GDP 由四驾马车来共同拉动的 而其中进出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驱动引擎 那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 export oriented economy 我们这个国家可以不断的透过向海外国家输出 比如石油 天然气 中旅游这些产品来换取国外的这个外汇收入 就是国际贸易上面的外汇收入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会累积的财富是一直在增长的 那这一个成为了我们马来西亚经济的任性 任性一个重要的来源 所以我们的经济可以在经济衰退过后 快速的扶苏跟我们的经济结构 以出口为主啊 是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 所以如果明白了这个关系 真的不小心我们下一次再遇到国外的经济衰退 传染给我们的话 其实马来西亚的股市会有影响吗 会 但是我们的经济如果没有伤到这个关键的生产力的话 马来西亚的产品仍然在国外有需求 电子电器仍然可以export出去的话 马来西亚的经济同样也会照样恢复起来的 股市日后也同样会再创新高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讲解 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认为 熊市是可以让投资者发达呢 当然是给那些有所准备的投资者 那至于很多投资者关心的 我们马来西亚会不会突然间走进经济衰退 那如果我们看回刚刚20多年的经济状况 那马来西亚国内自己掉进去经济衰退呢 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因为中央银行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家长 一个监护人 那马来西亚如果会发生经济衰退的话 最大可能性就是从国外经济影响到的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马来西亚2019年的上半年的GDP 第二季度都是在4点多巴仙的这个增长率 我们暂时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增长 像复数那边发展的现象 暂时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是并没有看到任何经济衰退的苗头的 充其量我们只可以说马来西亚的经济处于一个比较放缓的状态 当然股市也已经反映出来了 因为企业盈利也可能会出现疲软的现象的 那好我们讲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陈建老师你刚刚收的那个GDP的周期变化数据 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增长率来判断 什么时候入场买股票 什么时候离开股市呢 很可惜要告诉各位 GDP的数据是没有办法帮我们很好的做到这个事情的 因为GDP这个数据它是一个legging indicator 刚刚我们有介绍过了 GDP的统计是每年的三六九十二月结束过后开始统计 然后两个月之内发布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滞后的经济数据 如果我们用滞后的经济数据来做我们买卖的这个判断 那个效果一定是非常糟糕的 而事实上我们研究宏观经济 我们并不是为了拿宏观经济指标来作为我们的买卖入场的判断讯号 普通的小投资者是很难很难做到这个东西的 我们并不这样子建议 但是我们留意宏观经济 我们是需要提早做好准备的 什么意思 比如如果GDP是一个滞后的经济数据的话 那么当我们看到GDP出现负成长的时候 其实股市已经提早掉下来了 因为很多上市公司的业绩可能已经提早出现下跌的现象了 那在过去20年马来西亚三次的经济衰退里面真的出现过这种股市跑的比GDP的数据快的现象吗 是真的发生的 而且我们统计过在马来西亚的股市表现比GDP的数据呢 大概领先了6个月到12个月的时间 不得啊 那你可以算一个大概在6到9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那我们就拿2009年我们最后一次发生的经济衰退来给大家聊一聊 当时候GDP的数据公布出来 马来西亚的股市当时候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在2009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GDP第一季度公布了一个负成长6.2%的数据 你看这个是当时候的3月31号结算 也就是说当时候的5月份公布出来的 但是2019年的5月份 马来西亚股市在哪里呢 马来西亚的股市已经从底部开始回升了 马来西亚股市的最低点呢 是在08年的第四季度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是大概比GDP最糟糕的负成长6.2%的这个季度公布的数字 提前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股市去到了最低点 OK 所以这个是当时候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统计 希望这个统计可以帮助大家呢 做出这个判断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下一次啊 如果我们再遇到经济衰退的时候啊 当马来西亚我们的国家银行公布负成长数据的时候呢 你就其实要开始准备子弹 或者说我们Mega Sales要出手扫货的时间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了 当然其实当时候 如果你再留意一下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2008年第四季度 0.1%的GDP增长 这个数据当时候可以说是掉进去负成长 它的差别已经不大的了 所以在第四季度当时候 很多投资者已经预计GDP接下来会出现负成长的数字 所以自然股市里面的投资者提早反映预期 股市就提早掉下来了 OK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跟大家做的这个分享 直接将20多年以来 马来西亚的经济周期跟马来西亚股市的表现做一个对比 直接将20年的功利传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理解这个关系 并且对以后可能会再遇到经济周期或者股市下跌 大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以及金钱上的准备 我希望大家会有答案了 And喜欢我们的分享视频的朋友 记得Like and Share 让更多的马来西亚投资者或者普通的马来西亚人 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股市跟经济的更多更多的知识 谢谢你们今天就到这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